大家好,歡迎我律食天堂的時間附近 今天是來吃一間鹽芳餃子 在深水埗都應該頗為出味 我去深水埗很多時候都會去吃 我以前拍過的,不過今次拍過堂直版 因為被人剷了頻道,沒辦法 我今次也是叫白菜雲吞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白菜 很多人都會吃西洋菜 但個人口味的就試蝦蛋 因為它是用魚湯做的 所以看到有放到胡椒粉 去搭一搭一搭 試試湯 鹹鹹的,有少少魚味 普通的湯 我比較喜歡它這種有湯的 好吃的 而且它是屬於皮鑊 多個小時 但那些很厚實的 不知北方的餃 吃下去,我覺得沒那麼好吃 先吃餃 白菜餃 雲吞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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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滑 鹹鹹 很滑 很滑 蠻好吃的 不知如何說 吃下去,我覺得有味 為什麼要吃白菜餃 吃下去沒什麼味 沒有的香味吸引給它吃 這盒東西便宜 30元 100粒 有湯 夏天吃熱辣的就一般 冬天我覺得蠻好吃的 魚湯不算太鹹 我配搭這個餃子剛剛好 你不會覺得這個餃子是需要鹹 吃8X西雜的就要不鹹醋或醬油吃 你會覺得很好吃 這個味道真的很吸引 咬下去多餡 你有沒有覺得吃到什麼不好的味道 有些食物很容易吃冰淇淋 餡料都夠小 你不會覺得很硬 筋也不好說 不過有小食也有骨 他應該只拿一瓶肉回來剁 大部分人應該吃西蘭菜餃 不過西蘭菜也不太好 因為很多時候會買西蘭菜餃 我都頗為推介 如果大家來吃西蘭菜餃 可以吃吃這個 就吃 又便宜又便宜又飽 又飽 我覺得不夠貴的 加香腸粉也好 加粥也好 加蜜蜜也好 要不要加餃子 有時候認識我會 加幾隻餃子 這樣就夠飽 不知你喜歡吃什麼餃子 也就是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只會比較喜歡吃這種 起薄糖 真的不喜歡光燒燒燒 這樣煮上來 因為 今集內容就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想說 有什麼好的介紹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今集就夠了 繼續吃我餃子 就是這樣才拜兩拜